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年12月14日在西班牙光梅拉岛出发 为期50天的比赛 结果他们只用了34天13小时13分钟 就回到终点加勒比海的安提卡岛了 难怪完成那一刻 四位成员心情相当兴奋 还激动得哭 在李嘉诚基金会支持下 这四位平均年龄只有23.5岁的女生 还一次过打破四个世界纪录 包括成为首支华道大西洋的中国队伍 亚洲队伍和最年轻参赛队伍 更加打破两年前41完成的 最快女子队记录 华道大西洋挑战赛被誉为 全球最艰辛的华道海洋赛 功夫查查 在全程5000公里的比赛中 遇过多次强风和巨浪襲击 亦都需要面对两次7.8级地震和海啸警暴 绝对好考几位队员的判断力和心理质素 正正因为他们要面对这么多突如其来的转变 一直紧贴他们 航行情况的李嘉诚先生 在比赛途中都特意透过《卫星通华》 为他们加油 你们马上到终点了 又快 非常快就到终点了 是不是 知道 知道 我们还有大概690千里 不得了这样解释 为你们非常兴奋高兴 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最后解决一解决 尽量加油 但是也有安全 为你们做好 我们为你们做好 谢谢了 再见 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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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康复之后 这四位女生将会在下星期来到香港 到时将会和大家分享她们 航行时的种种经历